十幾歲就從臺灣移民 美國披茲堡的謝嘉碧 憑藉著多年的舞蹈底子 在披茲堡美華協會免費開班授課 義務指導中國民俗舞 帶領學生在許多公開活動中演出 三十五年來的義務教學十分的難得 日前披茲堡美華協會特別頒發 特別貢獻獎 感謝他對於披茲堡華人無私的付出 手上拿著扇子 捲起袖子 滿臉笑容 認真指導著民俗舞蹈的 正是僑胞謝嘉碧 兩眼盯著學生每一個動作 並隨時口頭叮嚀 謝嘉碧專業又親切的態度 獲得所有學生讚賞 雖然一次又一次的指證 過程比較辛苦 但學習者卻非常享受這段時光 謝嘉碧老師把我們這些幾乎全都是新手的人 教成好像是手手 所以我們非常非常享受和他跳舞的時光 經過了這幾個月的 這個我嘉碧老師對我們的培訓呢 我們從原來一點舞蹈功底都沒有 到現在跳是越來越有韻味 這都是那個嘉碧老師對我們的這個指導 青春期就移民到美國披茲堡的謝嘉碧 憑藉著多年的舞蹈底子 在披茲堡美華協會免費開班授課 長達35年 除了重視基本功 步伐以及姿勢之外 甚至連神情也不馬虎 不厭其煩重複提醒 讓學生們精準掌握動作節拍 整齊劃一 台風穩健 她的專業性很強 然後呢又特別特別有耐心 幫助每一個人 我們的姊妹就是在節拍上 在這個還有這個動作上 她都是很有耐心一個一個的去糾正 她也不嫌麻煩 嘉碧老師最好一點就是特別鼓勵我們每一個人 她把我們都覺得好像very special在她的眼裡 所以呢 我們非常非常榮幸能夠有嘉碧老師這樣的好老師來知道我們 謝家碧教學認真 感染了許多學生 很多人一學就是好幾年 而且經過口耳相傳 舞蹈班幾乎每次開課就瞬間而滿 年齡從8歲到18歲 甚至家庭主婦都有 由於當年在披士堡的華人不見得都繳得起學跳舞的費用 謝家碧專程回台 學習編舞技巧後 正式在披士堡美華協會開班授課 免費交跳舞 我從來沒有收過學生的學費 那是因為反正我自己也是因為過來人 因為以前很小來的時候要學的沒地方 那既然這邊我可以貢獻我自己我所有的 那我所學的 那為什麼不就是讓大家這些下一代的人可以傳承他們的文化 一個感恩 謝謝 那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很大的很大的收穫了 每年當地像是民俗節以及春節晚會等大型華人活動總是會看到謝家碧在後台穿梭 叮嚀舞步 他主導的舞蹈表演不但是每次活動重要橋段 也是當地居民認識中華文化最直接的方式 也讓披士堡美華協會理事長林凱平頒發特別公信獎 殊榮 實至名歸 臺灣紅光電視李楊軒 美國披士堡採訪不到